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 在苗栗县竹南镇的大埔里 就是因为苗栗县政府计划扩大竹南科学园区的周遭土地 导致当地居民有一些就必须要被迫搬离自己的家园 他们到处成情抗议 到底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呢 我们的土地规划又出现了哪些问题 土地财团 土地财团 产创台湾 产创台湾 农民怒吼 产创条例闹得沸沸扬扬 来进调理一些厚龙和竹南的农民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批评政府眷顾企业财团 却欺压弱势农民 因为全创抢走我们农民的土地跟房子 请问马总统 农民要住哪里 农民工作在哪里 农民的农田在哪里 独立财团 独立财团 产创台湾 产创台湾 农民怒吼 农民怒吼 八十几岁的阿婆身体还很硬朗 每天她都会到菜园里拔菜 住在乡下有个好处 田边一个小小的空间就能种菜 种的都自己吃哦 种的都自己吃 我没有买 我通常好吃 吃不去 就给亚吃好吃 传统农家通常都自给自足 鸭料理不止养鸭养狐还有养果鸡 风链过节这些家禽就成为餐桌上的菜药 在不起野的角落 鹅妈妈正在孵蛋 过去阿婆都会让这些蛋孵化成鹅宝宝 现在却没有这么做 她这一段时间是给母媳妇剪掉 她说不要给她铺 你给她铺啊 为什么不要铺 这怕以后这个家里有在这边住了没有 要这么多要拿到哪里去 又杀又不能杀 很小 她就给她 阿婆的家要被拆除 增果面临巨变 这一切都是因为旁边的大邻居 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而起 苗栗县政府办理扩大都市计划 拟定新竹科学园区竹南基地 即周边土地特定区 竹南基地原本就是特定区 现在要扩大范围 把旁边154公顷的土地沿纳入 规划作为工商柱等多功能用途 期望藉由企业进驻 吸引人口流入 进而带动地方发展 从非都市土地的农地 变成都市土地的见地 却不是人人欢喜 农民马上面临未来的日子 怎么过 我们一家的二十多个要吃饭 没有工典不行 春耕期间 这附近的农地却是大多都荒芜了 雜草重生 因为县政府要进行区段征收 许多农民都没有再耕作了 走在农地间 可以看到怪手在整地 未来这里将会有工业区 商业区 住宅区 公园绿地和学校 以及道路电力等公共设施 依照土地征收条例 要以区段征收的方式来进行 开发经费由苗栗县政府负担 地主可以选择领取土地征收费用 或是参加配地 领回一定比例的土地 这里土地的公告县值一瓶是一万三 苗栗县政府却没有加成补偿 让农民相当气愤 他就是用了公告低价 没有加成 一直搞到一年多了 还是再来搞 你现在到市价来 一瓶要三万五 你这样市价就好了 我就给他征收 一大块的农地缩水了 换到建地 是好还是坏 土地征职的预期利益 对照原本农地耕作的收入 与生活方式和环境 其中的利弊得失 农民如何看待 你觉得种田好 还是以后发展好 我的土地你要给我遵收 我是可以 你照市价来可以 对不对 种田 你没有遵收我还是种田 我的生活还是过得去 你给它遵收下去 农健保你都不给我 农健保都没有 还有什么 老农今天也不给我 我们以后要做什么 我们要换回事啊 我这样年底这么老了 要哪里做啊 除了土地之外 居民的房子也要拆掉 在营建署都委会的 六七九会议记录中 群创公司向苗栗县政府 提出投资一项书 未来有新建或扩厂的计划 就会优先使用这里的土地 但需要更大的面积 于是县政府把园区事业专用区 从总面积23公顷 扩大到将近28公顷 土地配置也做了调整 把原本两块园区用地扩大 同时把一块园区用地 部分变成住宅区 这里原本就是科学园区的高压电塔 电塔左边是坟墓 附近还有污水处理厂 我的良田 万一你换到的是坟墓地的话 那谁愿意呢 一个是靠近污水处理厂 这块住宅区里面 还有高压电 电塔 然后四周环绕的都是工厂 然后就这一块把它设计成住宅区 也是不合理的 这整个规划算是非常非常的不完善的 而且不能住人啊 除此之外 特定区里面既有的变电所周边是农地 未来规划成住宅区 万一配回来的土地 在变电所旁边怎么住的安心 自己有田地的人 他都不想都不敢住了 你看你现在还要分配给我们做住宅区 那不是很冤枉吗 但在这之前 居民的理解是原地原配 也就是房子如果在住宅区就不用拆 而且配回来的土地会在自家附近 现在完全变了样 有一户新盖的民宅 屋主刚搬完新家雁客完 不久就接到拆迁通知单 在你后面这个是谁的家 我大伯的家 现在去外面要买一栋房子要 要费了多少心力啊 他竟然用那个几百万的 就孤一孤 随便孤一孤 就叫我们要拆房子给他 问他地震科的人 他竟然说谁叫你要盖房子盖到那里 他竟然这样回答我们 作为一个公务人员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不负责任 你如果不建造给我们过 我们怎么可能会在这边建起来 你使用执照又给我们 隔一个多月而已 你就马上说要拆 建执照才下来一个多月 陆新房才十来一天 准备了乡竹贡品 来到当地相当灵验的万山宫拜拜 因为这座庙也会被拆掉作为绿地 连生命也失去了妻生之地 我说你要保护我们的大伯的山地 你要把我们保护 他要把他们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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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找到人 找管政府 去大大来跟他惩罚他 庙位在大马路旁边 但庙后面的社区活动中心却不用拆 在左边一点 紧离大马路的铁皮屋 却要被拆除作为绿地 然而铁皮屋旁边的水泥楼房却不用拆 他就说我们那个是铁皮屋 那他说如果我当初如果用RC建筑盖起来的话 他就是比较不容易拆 他大概就不会拆 问题是当初我们盖的时候 我们的资金没有那么多 这里的地段好属于店面 租给人家开店就能赚租金 若被拆掉 屋主的损失真的很大 我们这个房子是紧离的住二区 剃除嘛 那剃除的话 是不是我们这个房子 是合法申请的 是不是也可以一并保留下 结果他告诉我说 我们那个使用范围太狭小了 就这样 所以我们很无奈 他给我的这个答案 我问他说那你的使用范围狭小的定义是什么 就他没回答 沿着这条大马路还有一位受灾户 这两条马路的交汇点 又是公车站牌的所在地 这里是开药局的黄金店面 再经过两次道路拓宽 药局的空间只剩下五六坪 一楼当店面 居住空间就只能往上发展 二十几年前 屋主夫妇寻寻觅觅 花了一百多万买了这间店面 但现在苗栗县政府 因为交通需求 要把房子拆掉 一家人的生计怎么办 我这测量的我也会 越化越多越好啊 我这样子展望我也好 但是你要考量人家 你要拆我房子可以 但是你要怎么去 去来不想我 对啊 所以不少方案 那你不能接受就对 不能接受 你二十几万人家人 那怎么走 同样也在大马路旁边 利用自家旁的空地 经营洗车保养厂 黄先生夫妻两人 一个月辛苦赚个四五万块 要养三个孩子已经很辛苦 原本希望竹南园区设置 让洗车厂的生意更加兴旺 想不到 魏蒙其利先受其害 他的房子也要拆掉 从屋顶府看 这里有十几户民宅 街上的房子属于密集区 不必拆 而这十几户住家 却要拆 明明就那么密集 他为什么会说 会说是不密集呢 不密集是什么呢 是一种什么 古典大厨那种的 你看我们这样 你看我们四周围 是不是很密集 湯陀大雨中 苗栗县政府举办 主栏基地 继周边地区特定区的 洞土典礼 许多居民前来抗议陳情 却不得其门而入 哪一条啊你说不出来 你关门党人家的路 我有行手的自由 那我违反哪一条吗 你说啊 不然你凭什么党人 我们现在维持现场的秩序 没有 你维持现场秩序 是你的职责 没有错 但是我们百姓有言论自由 我们百姓有发言的权利啊 我们有成情的权利啊 你现在就是 我们这边就是给你发言嘛 好来 我跟你讲 我发言给谁听啊 你能做主吗 我们没有工具 我们只是表达 大姐不要担心 来 大家一起来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你自己怎么担心 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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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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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续打 太 Initiative 你跑上去去看 你跑下来看 你看 别急 不要 filmed 不要摔过来 不要摔近 要趕緊要趕緊要趕緊 為了搶救家園 民眾北向到行政院陳情抗議 第一個我們要抗議的是 苗栗建政樓內政部營建組 都委會黑槍作業 土地財團 土地財團 從行政院轉戰到內政部營建組 居民與警察發生許多衝突 讓田湖的農民如此激動 還不是只為了保護家園 就是我們要求也不多 只是保留我們自己的土地 我們有一個地方可以住 可以有那個日子陪我們下去 這樣OK了嘛 我們不願意要求什麼啊 其美跟情創合 大家知道嘛 要對國家的資源 沒有 你們這裡看出你們這裡的力量 我是覺得說國區的館長知道嗎 我跟你說 你這個力量必須要有館長知道嗎 我跟你說 外長是這樣 好 兩個土建 這個就是行政救濟 嗯 這個就是官吻 體育以來 隨著時間流逝 有些人仍然堅持 不繳土地所有權狀 但苗栗縣政府已經自行 把土地所有權過負到苗栗縣名下 來到經濟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 我們頭的來經濟 來經濟的時候 我看到發現到 去我們這個台東搬送去補安 來到我們 沟通的 開說明會 疑問三不知 我們人有辦法相信說 我所有館長交給你 而已經繳土地所有權狀的人 也是相當無奈 我們是無可奈何之下在繳 因為縣政府他們規定說 98年6月3號以前 要繳權狀 不繳的話 他就依現金給你配在土地銀行裡面 因為我們覺得 那價格和我們市價差的太多 算起來一平方公尺才4千塊 和市價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我才要選擇配地 牽手拆掉百年的老房子 局民心裡更是掙扎 因為自己拆屋還可以領到獎勵金 若是被政府強制拆除 就沒有這筆錢 這裡本來就是建地 換回來的一樣是建地 而能拿回多少土地 民眾也不清楚 我們百花坪的土地現在不知道要搬多少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啊 這個算是會不會回來 有辦法來蓄 蓄不起來 主要是蓄不起來 從北上陳情抗議 到寫無數的信函給苗栗縣政府 結果都讓居民失望 被徵收的居民大部分都不知道 這個案子詳細的內容是如何 最後能領回多少土地 他完全沒有來協調啊 我剛剛就一再跟你講 而且所謂的協議架構 他也完全沒有講 97年的12月 他哪有講到價格 哪有講到說將來的底價 地的價格到底會在哪 也不知道算數也算那個公式 你不要說經濟細的來看也看不懂啊 他那種算法完全看不懂 那叫人家怎麼選 整個腸子就在嘮嘮嘮嘮在吵架 吵一吵就結束了 在營建署都委會689的會議記錄中 苗栗縣長有承諾 如果民眾有意見 會以Q&A的方式繼續溝通 其實苗栗縣政府應該透過這樣的溝通協調 讓區段徵收 整體的區段徵收 包括從原則到區段徵收的內容 甚至到區段徵收最末端的 區段徵收的土地的交換分和 他們的整個權利關係 應該透過這樣的溝通協調機制 很清楚而且完整的讓所有的居民知道 苗栗縣長在都委會中 親口承諾會從優從寬的補償居民 好 主席各位委員 我想在這個地方 在苗栗縣長對於這幾位 十幾位地主的陳情人 總共是13個案子 會省起來總共是10個案子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絕對站在法令的許可之下 從優從寬 然後甚至我們能夠以最優費的方式 來協助他們 我還剛剛也提過 甚至就是有一些不足的部分 我們還準備要募一些管項 從企業界募一些管項來協助他們 讓他們把這個案子 整個大家共存共榮 共同外地方發展來努力 而今天這樣的結果 連當初通過這個案子的都委會委員 也不滿意 坦白說這樣結果並不太滿意 真的 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政治承諾這件事情 這個政治人物 不應該很輕易地表達 一旦表達就要付諸實行 銀建署都委會 你要站出來 站出來做一個監督的單位 你要站出來 要再一次叫我們去那個會議 你要重新地審查 劉縣長所講的從優從寬 不足地向企業募款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 就是因為你的這幾句話的承諾 都委會給你給他過了 他竟然都沒有做到半點 你都委會是不是要負相當大的責任 內政部都委會立場上並沒有這樣的權責 針對這個是否從優從寬這件事情 來當作變更的前提 因為依法都委會 內政部都委會實在說 他變更的合理性正當性 那這些所有的補償呢 是在法律上有另外一個法律 就是土地徵收的相關法律 他達到合理合法的情況下 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如果居民對那部分有所爭議 或者他們可以尋行政救議程序 去向苗栗縣政府 向中央的土地徵收單位去做申訴 當苗栗縣政府現在沒有做這樣事情 沒有實踐他的承諾的時候 其實中央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應該要站出來 把苗栗縣政府找到中央政府 來跟當地的居民共同開會 我覺得這是內政部營建署 他無可避免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因為如果他不做這樣的事情 他當時內政部都委會的決議 就會受到動搖 也就是說他的合理性 他的合法性會受到質疑 從竹南基地的擴大都市計畫案 有必要進一步討論 以科學園區為主體 來擴大都市計畫適不適合 把更多的人口引進科學園區周邊 學者有很大的疑慮 這些居民他會面對污染 所有在環評裡頭我們討論到的污染 他一定會面對 然後緊接著因為他面對這些污染 所以緊接著他必須要面對 進一步這些污染所造成 他們的健康的風險跟衝擊 其實如果都市計畫委員會 想得夠清楚的話 其實這些園區的擴大都市計畫案 應該都會被否決 而在進行擴大都市計畫之前 有一個更重要的前提必須討論 就是水資源 我們知道苗栗縣最近這幾年 很積極的發展當地的包括工業 包括高科技產業 其實苗栗的水資源也出現問題 可是當我們在考量這個案子的 擴大都市計畫案的時候 我們要反問營建署跟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委員 你們是不是在談論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曾經討論過當地水資源的缺乏 以及這個地方它擴大都市計畫之後 扣除園區的用水 那當地的這些新引進人口 它的用水要從哪裡來 會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現行的都市計畫制度 主導權在地方政府 但內政部應該更審慎的把關 從更高層次的國土計畫來評估 各個地方政府所提出來的都市計畫案 大埔地區的居民忐忑地過日子 這個案子攸關他們的生存權 財產權和工作權 但令人遺憾的是 苗栗縣政府卻表示沒有時間接受採訪 很多疑慮無法獲得釐清 童年應該是無憂無慮的 但連孩子也感受到家要被拆除的危機 有政保安在我們房子 燃起香火 向天堂上的神明請託 讓這塊主居地能夠安然無恙 在落地門兩旁寫著正義兩字 希望天神能夠看到 藉著鳥鳥香菸傳遞出滿心祈求 不只苗栗竹南的大埔里 還有苗栗厚龍的彎堡里 以及彰化惡靈的相思寮 這些地區都面臨了土地徵收上面的爭議 臺灣的土地開發規劃跟把關必須要更完整的制度 這樣子我們的土地才能夠獲得最好的使用 臺灣世世代代的子孫也才能夠共享這片寶島 看了一項的報導 接下來我們繼續關心 這個星期還有哪一些環境新聞 臺北市南港的202兵工廠 過去因為嚴格的軍事管制 保留下珍貴的生態系統和自然美景 但是這裡的部分土地 2007年被劃定成為中研院生技研究園區 環保團體擔心 這片臺北難得一見的生態綠地將會消失不見 對此中研院回應 未來將不會影響現有的景觀和自然生態 不過要如何在開發和保育之間取得平衡 還需要更多討論空間 為了保護濱臨絕種的中華白海豚 環保團體最近發動了全國第一個環境信託基金 號召全民一起認股 買下白海豚回遊廊島 因為這片海岸是國光石化開發計畫的預定地 如果開發案通過 將直接為集全球數量不到100條的中華白海豚 目前已經有800多位民眾同意認股 離目標的200萬股還有一段距離 環保團體希望能在90天內完成目擊 讓政府看到台灣民眾保護生態的決心 4月12號 動保團體公布了一份 加拿大獵殺海豹海狗的影像 為了取得海豹海狗的油脂 拿著棍子敲打才出生18天的小海豹 甚至在牠們還沒有死之前就直接剝皮 動保團體估計 台灣7年來總共進口了43公噸 這些海豹海狗的相關產品 等於是間接殺死這些動物 學者指出這些標榜含有 Omega-3不飽和脂肪酸能促進健康的產品 其實可能含有重金屬殘留 吃了未必健康還助長殘害動物的行為 呼籲民眾不要再購買 環保團體日前接獲檢舉 在南投仁愛鄉著涉林道3.5K附近 有超過20公頃的林地遭到違法爛肯 甚至大面積改種高山茶 民眾多次向司法機關檢舉 卻都沒有下文 這片林道位在日月潭集水區 環保團體擔心爛肯將破壞水土保池 引發土石流文跡 不過林務局回應 這片土地屬於原住民開發區 開發業者也確實經過合法申請 目前無法可管 未來這片林班地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恢復 上個月底才爆發的冰島愛雅法拉火山 4月14號二度爆發 大量的濃煙、蒸汽直竄天際 火山灰讓整個歐美的空中交通幾乎癱瘓 另外火山的高溫 也讓愛雅法拉冰川部分面積開始融化 造成下游河川水位暴漲到達3公尺 當地警方已經撤離了超過8百位居民 專家估計 這次的爆發威力大約是上次爆發的10到20倍 產生的火山裂縫長達2公里 這個是一個長項的磚 到這邊變短項 可是下面一層呢 就把這個磚橫過來 那這邊一個長項 這邊一個短項 這樣他們咬合力就很強 很堅強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北賓館 這裡在進行古蹟修復之後 又重新對外開放 也吸引了很多遊客來參觀 古蹟修復的工作呢 有時候很像是偵探 要從這些歷史建物上面 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古蹟修復有時候又很像是醫生 面對各種的疑難雜症呢 都要進行治療 到底古蹟修復要怎麼修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對待古蹟的態度 沒問題 若瑤OK喔 來 對對 下巴低一點點 小姐 下巴低一點點 女生低 對啦 來 晴朗的天氣正是拜訪 台北賓館的好時機 1901年建造完成的台北賓館 今年已經100多歲了 其實從現在的眼光來看 具有歐洲古典主義風格的台北賓館 還是非常迷人 每一次的開放 都能夠吸引上千名遊客造訪 本來是想去看恐龍 剛好發工車經過 然後門口寫著開放牌子 我們就趕快衝下來跳下來看 那一直想要來 可是一直都沒時間過來 為什麼會一直想來這裡呢 因為他以前沒有開放 那也不曉得理由長什麼樣子 所以想看看他的歷史建物長什麼樣子 今天是誰帶你來這邊 爸爸 那你今天來這邊看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有沒有看到燈還有看到什麼 窗戀 那你下次會不會想再來 他帶誰來 很漂亮 而且充滿著巴洛克斯的風格 好像是有幻星嘛 就是他裡面的一些是 算是從現在去整修過 但是還是看得出當時候 整個在那個日劇時代 總督府那時候的整個那種很華麗 然後帶有很濃厚歐洲的那個風格 就是在冷印的構造中 藏著一個又一個的歷史故事 坐落在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台北賓館 是日治時期的總督官邸 長期以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 也是當年主要的權力核心位置 在台北賓館的空間設計上 也反映了日本強烈的殖民優越感 這種空間 其實它有充滿了階級性 比如說 現在這個一樓的玄關這個位置 跟一樓的左右兩邊的陽台 跟現在我們所站在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四個不同的等級的位置 日本皇太子來台灣的時候 歡迎他的人 要一等官可以站在這個中間的這個門廳 二等官就站在一樓的左右兩邊的陽台 那麼二等官以下 只有資格站在我現在所站的草地 跟這個位置來歡迎皇太子 1868年 日本推動明治維新 崇尚歐洲文化 在建築工法上 深受西方的影響 像是希臘雙柱 羅馬拱圈 歐式斜屋頂等等 日本政府古光市模仿硬體建設 也嚮往歐洲會族般的社交生活 因此台北賓館也擁有大庭院 跟戶外陽台 到了今天 台北賓館還是擔負著公共社交的任務 成為歷屋元首招待外賓的最佳場所 但隨著年月增加 台北賓館也有了回損 2002年進行解體調查 歷經四年的時間 花了四億多元才修復完成 在這次的修復過程中 負責維修的徐玉建 看到了許多古籍修復上的問題 像是當時接待來賓的應接室 在1990年代被改建為公共廁所 現在看來當然荒謬 但也反映了早期對待古籍的態度 只把古籍當成單純的空間運用 卻沒有思考它背後的文化精神 我進來調查的老照片 還有老的平面圖 還有過去維多利亞時代豪足的空間組織 絕對要恢復這個應接室 所以就決定把這個廁所打掉 然後恢復它原來的功能 早期由於都缺少古籍維護的思維 對於建築物的態度 它都是採取重新粉刷上漆的做法 因此許多華麗精緻的維多利亞風格 都被覆蓋在一道道的油漆下 就是老蔣時代就喜歡把所有的木頭 都清成哈克斯的油漆 它真的油漆的話就看不到這個了 那我為什麼決定要讓它露出來呢 因為我閱讀的這邊的文獻是說 這個時期其實是維多利亞的思念專業風格 維多利亞的思念專業風格 維多利亞的思念專業風格 顯示出木紋原色 這雕在吸掉什麼程度 這個是那個葉子 但是葉脈可以看得到嗎 葉脈都雕出來 葉脈雕出來 我們當初就是說特別難過的就是 當你把油漆蓋掉以後 你怎麼把油漆拿掉呢 曾經有人說用沙子磨 你可以磨掉啊 可是沙子一磨的話 你把油漆磨掉也把這個葉脈也磨掉了 所以我們採用了德國的巴基工廠 上去又拖掉了 葉脈就還在 修古機對我來講的樂趣啊 除了對它的技術 還有它的空間的美感 我深深著迷之外 其實我更讓我震動的就是 當我發覺出它隱藏的 已經消失掉的一些文化訊息 還有一些歷史意義的時候 我發現它可以連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深為感動 在古蹟修復中 最困難的決定 就是到底該回溯到哪個時間段待 哪些該留下 哪些又該捨去 往往是經過專家審議會議當中 取得共識之後 才能夠展開修復行動 我們以前有一個名詞叫做 價值判斷跟斷代問題 就算你對它做了什麼樣的判斷 那台北賓館呢 因為最主要呢 它當時叫做總督官邸 所以我們當時討論這個 還是讓它停留在總督時代 也就是說1945年 也就是說呢 台灣這個 這個國民政府 接收這些 而在這一次的整修裡 也把屋頂外觀像是 魚鱗般服貼的十片瓦 重新修補回來 仔細一看 這些邊緣都是手工敲打出來的 現在手工技術越來越難找尋 也是修復過程裡 經常遇到的困擾 那最主要這個邊緣 我在歐洲的古機博覽會裡面 看過傳統的工匠 拿一種特殊的一種工具 來把這個用手工敲出這個痕跡 那麼當初營造廠 他們是想用機器切這個樣子進來 那麼當然完全喪失了這個工藝 所以當然就是形成我跟他 比較大的爭執跟對抗 那麼對營造廠來講有沒有錯呢 也沒有 因為營造廠也是江本求利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台大醫院 舊館的修復 屋頂上的黑瓦 斑駁充滿歷史感 和現在技術燒製的黑瓦相比 很難再有這樣的質感 但是在商業競爭之下 想要找到傳統材料很困難 因為現在這種黑瓦的做法 叫做燻瓦 它本身的黑是因為用 在窯裡面用煙燻出來的黑 那麼現在所做的這個瓦 很進步了 反而糟糕了 很進步的話 它就用一些化學那個 那個誘藥去把它變成一個黑 結果這個黑帶一點銀色的 帶一點閃光的 就是完全做不出這種 完全古代的瓦的形式 所以讓我們很困擾 如果政府開始扶植這個事情 那我們有這個固定的需求量 就會有人願意去學 這個老師傅的手藝 因為它可以生存 徐毅建認為應該要建立 古蹟修復的產業鏈 才能夠完整的傳承下 歷史的記憶 閱讀這些建築物的故事 其實就像是在閱讀當代歷史 台大醫院 以前是日本時代 1919年完成的一個專照建築物 這個在當時是總督府 轄下最大的一個公共醫療的建築物 我們縣索站的位置其實是 感覺上像是一樓 其實現在是在二樓 那麼它真正的一樓是 在那個位置 那麼那個一樓的位置 其實它只有2.5公尺 它目的就是防潮跟防抬 這個專照建築物呢 它採用比較特殊的荷蘭式的器材 所謂荷蘭式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長項的磚 到這邊變短項 可是下面一層呢 就把這個磚橫過來 那這邊一個長項 這邊一個短項 這樣它們咬合力就很強 那麼這棟建築物 也混合了精美的工藝 包含從1901年 就傳入台灣的幾十字的工藝 混合了這個所謂Dutch 就是荷蘭式的這個 紅磚造的氣法 這些工藝呢 其實背後顯示了 日本當初進入台灣 做一個殖民支配者 它必須要用這個壯麗的建築 顯示他們殖民優勢的一個文化的 文明的一個展現 雕刻精美的洗石子文室 彰顯了殖民國家威權象徵之外 久了也會受到自然氣候的侵襲 逐漸老化剝弱 而屋頂漏水更是常態 如果不加以維護的話 情況將會越演越烈 如果說屋頂是會漏水 會導致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屋頂漏水 潮濕 深煤 就有煤菌喔 再來白蚁 再來腐朽 再來倒塌 所以這個就是很根本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旦看到金會有限 但是我們要整修一個房子 我們通常都要求它先做屋頂 從這個血量和豬量都漏水 都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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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沒差 這很沒差 而且又剩白衣 這也都有白衣 像這都漏水 這都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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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醫院這個古蹟 從日治時期到現在 就有傳統歷史在那裡了 尤其是日治時期 它是當時候亞洲第一大的醫院 那也是目前世界上 還保有它的使用用途 一直到現在還是在使用中 所以我想台大醫院 有這個傳統這樣 所以漢堡的那個時間 然後就把整個計畫書 送到文化局 然後有個修復計畫的進步 做古蹟修復就像是偵探 到處找尋線索 在修復工程裡 解讀這些訊息符號 研究跟考據就是很重要的功課 因為古典的文藝復興建築 細部就是重點 所以像這個外面的這個部分 很像那個竹片的外面 竹片切開來外圓這個部分 竹割出雨 反過來這個地方 像竹片的另外一邊 竹片露雨 那麼露出雨中間這階點 還有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收邊 上來這個點又有一個非常小的收邊 所以這個都算特殊的 做古蹟修復也像是醫生 必須要小心查證 找出病原 才能夠加以治療 現在我們就是進行補修 裂縫超過0.5以上補修 用木藥下去補修 裂縫超過0.5以上 我們用F-O-C下去 F-G下去補 補它的裂縫 以後它就不會再繼續裂 比較困難的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穩合它這個凹巡巢的做法 同時我們要掌握住這種 譬如說這個螺栓的對位的關係 有時候這個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那個筍孔在哪裡 同時我們要理解說 它原來就是有這種凹巢的做法 所以我們抱著之後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從表面上看說 這個地方沒有一個凹巢 一個非常 只有大概半寸左右的一套 所以你做新的一定要卡到那個凹巢裡面 那如果不太理解的話 就會把它當成一個平的去做 那這個就失去了隱藏的一個文化 失去了一個這個當初 木構造的一個損接降溢的 所散發出來這種隱藏的文化資訊 文化訊息就不見了 那麼這個事情是在古蹟寶寺裡面 非常非常細微之處 你必須要很深入到它散發出來 隱隱約約的文化的訊號 這個訊號如果你不了解就沒有接收到 你接收到以後複製了它 那麼以後的人再來看也可以接收到 如果你在修復的過程裡面 你不但沒有複製它 你還把它抹掉了 那麼後面的人來看 就看不到這個訊號了 費盡心力修復完成的古蹟 後續的維護管理也很重要 這些往往來自於生活裡的細節 稍不注意就可能會傷害到古蹟 像小型修散的部分 我們一定是找小包圖木包工業或營造廠來做 那這個圖木包工業或營造廠 它就沒有古蹟修復的資格 那沒有古蹟修復的資格跟精力的話 它修起來的東西就變成事不像 重大的這個修復工程 其實在國外的頻率 比如說應該是30年才一次 但是國內的古蹟比較頻繁 那我們就檢討原因 就發覺就說它日常維護管理沒有去落實 那所以我們今年執行的策略就是說 我們會用鼓勵跟另外一個層儲的方式 來鼓勵這些古蹟的所有人 去重視日常維護管理的部分 擁有古蹟的管理者 用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待古蹟 關係著古蹟的未來 尤其古蹟修復的效果 有時候難免和管理者的認知有所差距 長官會問說你到底把錢花在哪裡 實際上這些錢都是看不到的 我覺得看不到的東西 長官就會覺得很心痛 看得到的東西長官就不會很心痛 所以雖然跟長官說我們牆壁磚牆的部分 我們都有經過洗 特殊的材料去清洗 然後表面有上來一層口庭在上面 可是長官會認為說這個做出來 並不是他要的 在古蹟修復的難題中 這只是其中一個部分 年度預算也是一道難題 和一般的工程最大的不同 是古蹟必須要經過年級的考據 而有些已經消失的工法 也需要研究出來後才能夠施作 在現行的法規下有著諸多的限制 有許多的問題是要在 發包施工已經開始進行了 把屋頂一掀開 把天花板一拿掉 哎呀才發現 許多原來沒有被覺察到的 一些結構與構造上的問題 好了這個時候都必須變更設計 必須追加預算 這個都對公共工程講 造成極大的困擾 所以你這個預算又要彈性 施工的過程又要能夠有應變的能力 總總總總 凡使種總總 都使得古蹟的 業務承辦的工人員 和負責的建築師等等 就造成了無窮的困擾 對 防水 防水很好 防泥喔 我們目前也在協助民間 看可不可以也成立這樣一個 公益信託的一個基金 目前已经有学校的老师 准备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基金 我们也是很鼓励他 就是说未来也可以比照英国的一个模式 用这个公益信托基金的模式 让古迹的修复可以更严谨 然后不受这个进度的广考 还有这个预算每年编列的困扰 因为我刚才有提过 古迹修复事实上都要花4年以上的时间 全台湾有一千多处的历史建物 政府每年编列的预算大约有4亿元 但各地等待补助的古迹这么多 如果光靠补助恐怕难以修复 李前朗老师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认为古迹管理者对古迹 可以有更积极的作为 把盈利所得拿来当作古迹的维护经费 你有一个很好的咖啡馆在红帽城里面 有多少人愿意到里面去消费 那你有很多很好的背景 那些古老的雕刻 古老的狮子 你可以给人家拍婚纱摄影 换句话说古迹并不是门可罗雀 古迹也可以是门庭若市 那这个你要动脑筋 它并不是说指定了以后 就变成是赔钱货 你每一年都编很多金会去养它 不会啊 如果我们把古迹当成重要的文化资产 自然在修复上会特别用心 会更细腻地对待它 在做每个动作之前 都会审慎思考 对古迹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一个好的城市就是要有很多的古迹 最理想的是都是古迹了 当然我们还没有这个福气 今天大概只有欧洲 以及少数的世界上少数的地方 有这个福气 大部分都在现代化过程里 毁在我们自己的鲁莽的步伐之下了 那台湾当然更不必提 我就以这个台湾的城市为例 我们今天都不能想象 像台北市假如没有 在1970年80年之后啊 陆续指定这些古迹吧 台北市还能住吗 台北市还有特赦吗 古迹嘛就是欣赏 反正就是很愉快啊 而且整个环境都很好 还有呢 像城市里有这样的古迹保存下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啊 这是很难的 应该的也是很难 要继续保存 好 好 政府不够重视 对古迹的态度太保守 太政治 以及太考虑现实的经济发展 我举个例子 像乐森疗养院 新庄的乐森疗养院 其实早就该指定成古迹的 它当然有这个价值 而且这个价值 或许还有世界性的 因为这不是台湾的一个孤立 可是这假如指定的找的话 它跟捷运 新庄捷运线 其实是可以共存的 那并不是相排斥 历史是个 历史的东西存下来 我觉得是 能保存下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让后人知道 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然后我想每一个国家 大概都会把这些 以前的东西留下来 然后不管哪个世界的东西都留下来 让他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 然后让后人可以进去看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那每年有定期的开放 然后有导览 这种都是应该有必要的 我觉得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没有古迹堡 其实 所有的人文活动都是这样 没有人文的活动 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 就是没有反省的能力 一座座的古迹 其实就是国家发展的立体历史 有了这些文化作为根基 我们的内涵才能够丰富又多元 也才会对自己所生长的这块土地 有了更多的骄傲与认同 只要用心观察 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有很多的古迹 而这些历史建物呢 是时代的见证者 也是文化的根 可是有一些古迹 因为不受到重视 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默默地消失了 而我们失去的 绝对不是一栋建筑而已 而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和文化 下个星期我们要播出一部 国外的海洋纪录片 叫做渔线的尽头 一起来关心渔业资源过度 捕捞之后所造成的冲击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星期一晚间十点 我们的岛统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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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